還不會又來了吧 這樣子忙不過來耶 沒關係,我有三個月,雙溝 哇~~ 第四次雙溝 會不會雙溝的齁 來吧 有耶,我有雙溝耶 我看到兩隻了 大家好,我是威爸 那我們這一次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舊標新調 什麼叫做舊標呢 舊標就是我們之前 可能在調長榮溝的舊標 大家應該也有很多 調長榮溝的舊標 那所謂的新調呢 就是現在大家的主流 就是調天秤啊 就是調天秤 那因為天秤的話就是比較重一點 所以就變成會有背不起來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這一次我們突發奇想 我們來想看看說木印 我們如果說 一般可能覺得木印是加0.25分 那我們如果說這一次我們比較跨大一點 我們把它加了一個1分 1分的之後 他是背得動 我們現在主流天秤 而且我們實在是看看說 來背一個大天秤 一個弧形的大天秤 我們剛好今年也還沒有拍挑戰100系列 我們今天就到達樂去 測試一下這個短標 然後我們來調100隻 好吧我們來調100隻 然後抓一下這個的手感 那我們就出發囉 GO 我們到了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在家裡試的時候 我們在家裡試的時候 呃... 他的吃水現在是大概到白色位置 那我們這邊加上了包子 我們到現場吃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看看能不能到達黃色這個點 好到達黃色這個吃水點 好我們看一下 好來的時候 我們先測試一下 他當不亮配點的吃水點 可以 還不錯 他的吃水點呢 呃... 在黃色線上面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我們 剛好也調坡底 所以我們等一下量水針的時候 我們也一樣量到這個位置 來我們來量一下水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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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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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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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